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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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去羅佛宮 無非都是想找這位美女 蒙羅麗莎 為何她會這麼出名 因為她被人偷過 所以她用這麼重的玻璃 之前說的歌德式畫 有一條線畫輪廓 而達文西在這邊畫暗 這邊畫光 就可以營造一個立體感 你看她的鼻樑眉骨沒有線條 所謂sufmato就純粹靠顏色的過渡 這幅也是達文西的版本 也是用漸變式的sufmato來畫她的皮膚 將人用一個三角形的結構去arrange 加一個隱約的山水 所謂的world landscape 這也是文藝復興風格 還有歌德時期的畫不真實 例如聖母是主角 所以她一個人等同於隔離三個人那麼高 而Fran Angelo 她是第一個畫家 可以畫到前面的人大 後面的人小 無論是階磚線條 都有透視觸覺 一直direct過正中間帶來3D的感覺 令你覺得你在看一個真實的場景 這種理性的比例 亦應用在同期的文藝復興建築 就是羅浮宮自己 講求對稱和比例的和諧 這裡是羅浮宮的正勒面 但因為她左右兩側的側翼 是牆外正中間的大殿的長度 如果是一棵牆過的話 她沒有了比例上的尾殼 所以她每隔七至九個窗 就會整一座大門 將立面分割成一個黃金比例 第一代是這個北方文藝復興的大殿 中央建築的環線面 就像澳門的大三巴牌坊 而旁邊 牆身凹凸度很大 加個灰色拱頂的就是巴勒克時期的光件 我最佩服的就是羅浮宮換過這麼多個建築師 每一次礦建都是用一個對稱的floor plan 去到今天 如果你把羅浮宮中間切一半 她是可以做到另一面的mirror image 後來皇室搬去梵爾賽宮 羅浮宮有一段時間都沒有人移動過她 直到貝勒明起玻璃金字塔的時候 她的設計讓羅浮宮四角都可以對正中心點 就是回應文藝復興藝術那種converging的美學 羅浮宮前面就是杜麗樂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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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Carrasso海船門 她雖然沒有真正Illiot的海船門那麼大規模 但我喜歡她更加精緻和人性化的比例 她用了法國南部找過來的白色大理石 而後面全部都是意大利找過來的Rose Marble 作為支撐 海船門其實是古羅馬的一種建築 她擺在羅浮宮的正前方 這個宮殿一直出來的門口就是通往海船門 當時法國就希望自己能夠和羅馬大國相提並爛 所以就加了意大利和法國的國徽 法國的國徽就是被正理隊長托住的 意大利的國徽就是歷史女神托住 就告訴你羅馬大國曾幾何時好徽皇帝已經是歷史了 文藝復興的庭園很重視對稱 由羅浮宮的門口通過海船門接之道 趁水池至後尾起的新海船門都是用同一條中族線來起的 為了令到它的中族線更加明顯 就將花園前面的路打通建築物陷落和拆掉它 慢慢就形成了今天的鄉借麗社大道 誰知官逼文反 皇帝上斷頭台的地方都是中族線的協和廣場 再向前直走到海船門代表近代的拿破崙帝國 再是新海船門的現代商業世界 就覺得你是在漫步整個花泥的歷史 我們來到這麼華麗的地方就是協和廣場了 原先是法國大革命處決政治犯的地方 到後來保守黨和共和派和解之後 就決定改一個好聽點的名字叫協和廣場 既然是用來紀念法國一個和解的象徵 所以就要將不同的城市透過一個藝人化去刻畫成不同的雕像 這個就是里岸 而他的舞其實是一個聖寶 就發映他在赴和耶山上面的聖寶 而馬賽是一個港口城市 所以他有一個船長 雕像是龍舟隊的女生 比較運氣的 至於那些燈柱 黑色的那種叫Art Novo 而是創作一些神話古蹟的元素 霜在金屬表面 綠色的燈柱是新古典主義 用了青銅和黃金的配搭 各種果實和花繁樹葉都是附屬的象徵 中間突出的船身象徵這個城市 因為巴黎的示築就是一艘船 廣場正中間 方箭碑的位置 就是貫穿羅浮宮入口和三座海船門的中間點 所以這裡的遠景和近景都一樣震撼 唯一的壞處就是中族線和大馬路平牌 因此你看風景的時候要小心點 不要被車撞 這個以海人為靈感的噴泉 你看那些表情和衣著手工的精細 其實是金屬飄出來的 一個好的工藝品以好似流行曲 它的手工就是流行曲的旋律 而所表達的內容就是流行曲的歌詞 中間兩個男人托著一大盆水 就是海洋 前方拿著水草的就是珊瑚葉 而女神身上的牌鏟 背殼就象徵彩珠和暴魚葉 因為古代的家庭觀念 女人是靠男人養的 所以噴泉的男女角色 就是海洋怎樣養活各種industry 經歷過共和時期的混亂之後 迎來了拿破崙的帝國 一個幾乎征服全歐洲的君主 這一座海船門就是紀念他的戰功 我們現在就位於海船門的屋頂 當時城市設計師剛才曼 將這裏整成12條放射的星形大道 這個帝都顯得更加有氣派了 因為每個城市都各自有個中軸線 例如紐約就是central park 而北京就是用紫禁城各個城門連結起來 而巴黎就是這條從羅浮宮開始 一直伸延到蘇維樂花園宮 再經過一條香蕾蛇大道 一直拉到這位海船門 軟方這個就是La Defense商業區 這一切完全沒有偏離過 這個就是巴黎的Panoramia 海船門旁邊畫的就是拿破崙打仗的浮雕 你會發現他們的敵人反而是有衣服 而自己是沒有衣服 因為在古典的尾殼裏 無論是大衛或是Riculus等等的神像 全部都不穿衣服 他就是希望將自己的國民神化到這樣的地步 至於裏面黑的名字是當年跟拿破崙打仗的將軍 記住戰爭是人命換回來的 今天的法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 軍事意識都變成旅遊景點 找他們自拍 再向前就是新海船門 表面有很純潔的白色大理石 和以往的海船門象徵軍事性來不一樣 新海船門象徵21世紀的價值觀 覺得和平、人道主義才是21世紀最需要做的任務 我們現在就在新海船門下面 看到正前方的洞 沒錯 那個就是舊海船門 這種大廈還有一個彩蛋 就是超立方體的設計 正常的大廈都是尖角向外的 但新海船門是粒角向內的 記不記得一開始說文藝復興油畫 怎樣塑造藝術家的立體視覺 進化到21世紀 就用一個超立方體向他對著的古蹟致敬 我們都recap一下 由文藝復興的對稱美學 怎樣影響羅浮宮的對稱設計 和他所引申出來的宗族線開始 一直走沿著君主時期的宮殿、花園 走到法國大革命的協和廣場 然後共和時期的香謝麗石大道 和拿破崙時期的海船門 穿越一千年的歷史走到現代 但故事還未完 中族線的盡頭又會再伸延出去 不知過了十年之後的巴黎 又會發展成怎樣呢 我們拭目以待了 拜拜